黑鷹直升机9号清晨现身屏东大鹏湾 进行散兵的跳伞训练 18名特战散兵出发前在基地着装 脚上着挖鞋 这是黑鷹首次带着散兵在海上做跳伞训练 通水后立刻脱离散距 独立由200公尺抵达集结点 国庆前夕部队弟兄照常操练 立伟则关心上个月空军飞行员谢佩勋 进行夜间飞行训练时 驾驶人幻象2000故障 所幸他及时跳伞逃生 但近年来幻象2000事故频传 空军人打算继续用 立伟则 福利27年五个飞官训职 法国原厂都泰出的 幻象2000为什么国军还在飞 在我当国防部长那个时期 的确有评估过幻象2000 他是否要泰出 不要的任务是北部的工房 北部工房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我们空军来讲 现在的战力来讲 在那个时期 我的那个时期 他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泰出 货行会比较贵 所以他还是要承担 因为毕竟空安国安国家安全更重要 我国现役战斗机队中F-56有140架 金国号127架 F-51虽然有38架 但服役超过40年 预计今年除役 在将来的情况下 换下2000这53架空防任务吃重 是不能淘汰的主因 受限于国际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买不到 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机 加上美国对于出售F-35战机 给台湾得态度 基本上讲是持否定的 然后我们下一代的新的战机 ADF还在研发 那在这种青黄不截的状况下 当然是继续沿用 我们目前所有的战机 相关的经费先存留下来 等待给2030年时候来运用 那至于说会采买F-35战机 还是新的 比如说像F-15EX战机 其实都有待后两任政府去做决定 军事专家指出 幻象战机在P-15战斗性能上 能有F-46引进国号 80年寿期 也是等待美方 出售给我国的战机一一交货 幻象2000 在这一段时间 仍会是我军的空防主力 明星尾众号报道